台海公平 烈黄nty дерев 棚上延伸環境 老爹 掳墨我 我有说 我们台北历山 另外这一边 就是日本海 我们之马 沿着日本海 要往金泽去尖六元 尖六元就是日本三大名言之一 他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被指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花园 尖六元 现在这间就是金泽最出名的冰淇淋 你看六百八这有放茄金的金泽尖 来看看这边这个金泽尖 不过他现在只有剩下移植而已 那这六元以前就属于这个金泽尖的 我们头前看到这个就是金泽尖 我们现在要到这里金泽眼 哇樱花开得很漂亮 金泽尖六元 人家有六项一起 为什么说他是名言 有名要回向的条件 他要符合六大象的原则 第一要宏大 宏大 阿哥要优穗 阿哥要人力 还有仓谷 水泉 那还有一个就是跳旺 所以现在小黛在介绍 跳旺 满开樱荒 这是日本最早的铜像 叫做日本武尊人 武尊是日本神话中的传书 非常有力量的人 这是日本最早铜像 明治时代的建筑人 他就在说这个铜像 就是明治时代就有了 这也是一张银子 很出名 你看他的银子是生在柱子顶 在头顶 不是头甲 所以这张柱子叫做根上松 根上松 也让我们说我们人定胜天 也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说这个保留非常的完整 保留的非常的完整 这在钢后时代就有了 这有一个叫做回游寺的大庭院 我们现在在那看到这个 建筑的历史 差不多有400年 在一百七十年才开放 让我们大家参观 原本它是 它是归属于那个 金泽城 就是刚才那个山 那个山布外面的庭院 跟水户接乐园 还有一个钢山的后乐园 并称为日本三大名园 这团说是要来看紫桃花 结果大家 都看到很漂亮的圆灰 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圆灰 人家说日本有三大 三大名园 我们团圆很多美女 日本三大名园 一个叫尖六园 一个钢山的后乐园 一个叫水户接乐园 哇 我们去看 参观一下 这个金泽最早的一个喷泉 哇 看到了喷水 各位客民 这是尖六园的喷水 也叫喷泉 喷泉 喷泉 这是日本最早的 最早的喷泉 它高度有3.5米 它是利用挟持 它的高低的水位差 产生的压力 没有 那没有挟挟的 没有马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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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挟持 高低水位差 没有 吃虎 toe moisture Smile 好 你吃吗 我吃吗 快誠 早餐吗 夸挟 administr enα 来 煮菜 今天中午在 掌握台 何掌村的掌握台 天手的掌握台 用午餐 那今天有吃牛的 就吃什麼 吃這個叫做灰頭牛 灰頭牛 灰頭牛 灰頭牛很有名 灰頭牛 那如果不吃牛的 就吃什麼 吃灰頭豬 這叫灰頭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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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經常一百年 這個是白川鄉 何掌村的掌握台 掌握台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們掌握台看的時候 很漂亮 哇你們好厲害喔 好厲害 所有的人都上山 上到掌握台來了 哇 這團是擁造的啦 擁造的金融 在這裡 阿端在這裡幫你學了 一道的一道的 哇 不簡單齁 這個時候來到白川河掌村 這是一個真有名的聚落 它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面的世界文化遺善集 這個地方是一個古老的民居 你看 哇 這個櫻花滿開啊 大家都超開心的 河掌 河掌就是用我們兩支手 兩支手合起來 這樣叫做河掌 這個村 河掌村 哇 在這裡最漂亮 在這裡還有一張營火 開到這麼漂亮 這幾百年來 幾百年來都沒有改變 他們的環境都把它保留下來 現在也是他們的村民 還要過到很純樸的朴實生活 在這個河掌村 這個地方 所以說 在這裡我們可以參觀 用這個原始 凡宿的聚落 跟我們在說以前的一個村莊 一個村莊 一樣 所以說 這個 又回到營火開的時候 讓我們的感覺會更漂亮 現在 有 差不多有 二十幾棟的民宅 二十幾棟的民宅 特別特別高的 特別高 高出好幾層肉 我們可以看 你看 這個營火在開 又插一個河掌村 這個定石的建築物 看起來 真的是 非常的有味道 有味道 有不同的風情 好像 還有 那個懷骨的味道